今天亚洲好戏要告诉您 今年的股市真好玩 因为人气焦点股就在那些 但是真难玩 因为好多都已经涨到天边去了 每天大家都要问 这强势股怎么追呢 张华老师请您上台来 强势股怎么找买点 过去好几次你都告诉我们 强势的攀出就去追它 但是这是说是一套做是一套 谁敢去追呢 怎么找买点 那强势股为什么会拉回来 就飘上去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样子 传统上都认为说高涨爆大量 带上一切 那带跳空都是会觉得说 这是要拉回了 但其实今年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股票其实大家都认识 你看我们说资金汇集在AI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大家都讲AI 电动车大家早知道 涨三年了 政策股大家也都知道要选举 对不对 就涨政策股 所以主流月电也搞 可是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今年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其实相对悲观 很多忠实户是涨到最近才来 那甚至于有很多的资金 他自己年初的时候不愿意来 他还说黄正勋来了我才买 那年初不买是他自己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 风向就是会有一点 越涨才越慢慢越看好 去年对今年就看很差 都已经会衰退 所以说这个情形就变成说 稍微有一点跌下来 我就来接了 因为我空手 那就因为刚刚去 所以一拉回就有买盘来做一个进注 这当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原来的股票 你涨上去的时候呢 像我们刚刚讲的短线客 他当中他可能出掉了 出掉以后留一个上影线 大家认为说这个地方弯头了 可是大家忘记一件事 上影线代表什么 代表短线客获利卖出 是 注意四个字 获利卖出 获利卖出的人会怎样 一直上去 那是一个阶梯 所以这东西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走这个阶梯式上工 横盘的时间长达三分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股票涨上去 他又横盘 上去又横盘 好那我来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 这是在我们的投资史上 是真的有歧视 其实在美国 有一个人叫做 尼格拉斯 达华斯 那因为他曾经有出过一本书 叫相形理论 这个就跟现在背景非常相 据他所宣称 那我们没有去真的去看对账单吗 曾经把一万翻到两百万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台湾的状况 那不常涨停 但是如阶梯般涨不停 为什么不常涨停呢 因为涨停的时候 当中课就出了嘛 对吧 所以你就被灌开了 然后通常来讲 我知道圈内很多人是这样做的 打开的时候 尝试去灌他打开 那如果说尝试去锁他的人 大概会守在7%附近 如果说7%那地方关一次 关一次关两次都关不上 对不对 就大家一起出内线就上一线了 7% 对大概就在那附近 尝试去关板的人会尝试两三次 好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真的没有逻辑吗 其实还是有逻辑的 就我刚刚讲 所谓的相形理论 这个尼克拉斯他是怎么讲的 他认为股票如一个箱子 你仔细看 这里有一个上影线 对不对 照传统的说法 高档报大量带上影线 就结束了 没了 他其实是一个箱子 大家仔细看 如果你这条线画直一点 有没有 那我讲一个逻辑就是说 想像一个大楼 一栋大楼 假设这是一栋大楼 想像一栋大楼有十层楼 注意一下你在三楼的人 你有一个天花板 对不对 可是对四楼来讲 你的天花板只是地板而已 注意这个观念 就是你们家住几楼 想像一下看我们家天花板 你会觉得那是个压力吗 对不对 因为你不管小孩子在什么玩乱丢东西 就顶多丢到你们家天花板而已 或打破灯打破怎么样 你都觉得那是个压力 那你去你们家楼上 比如说邻居在头上 这很吵 你上去 你会发现你在四楼的时候 其实是地板 同样一个高度 对越过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地板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你拉过来 它就变成一条 有没有像是一个阶梯 来我来拉 来自己拉上引线的在这里 对变成有一条阶梯 然后你看像这个地方 你看你如果就仔细看 就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它越过前高 对不对 那越过前高拉回 但是你如果很仔细看的话 前面的高点这里是一个支撑 你这边踩住了 所以你看 所以如果拉回 遇到的是前波上引线的顶端 那个地方就有可能是支撑 对对对 机会还蛮高的 就是它会一直滑上来 所以今年很多人都抓不住 但刚刚有讲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 社会主跟还是理工主 那我讲一个概念说 其实多头格局 为什么它会很多头这样上来 你想看看 所有的股票 你最后终究要跌的 但是你还是长线会上去 可是你看 在一个多头里面 我们讲说你如果你拉回八次 最后一次是做投下来的话 你每次拉回你都做多的话 你会对七次 只会错最后那一次 可是如果你每一次拉回 你都认为这是结束的话 你前面八次会全错 你只会做对最后一次 所以其实在多头格局当中 拉回买 我们就以理性观点 我们讲理性脑 我们先不讲股票对错 我们讲操作 因为产业大家讲很多了 拉回买是最对的 正好我问 比如说还没有出现这根上引线的最后 当这根黑黑拉长上引线 爆大量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吃下定心丸 认为说这不是最后一根 这不是行情结束 首先我们来讲 这个要站在赢家的角度思考 而不是站在输家角度思考 在这个现行当中 谁是赢家很简单 出在上引线底端的人 他是赢家嘛 他带着钱走了 所以他一定会 在比他卖家的低点买回来 那他上一次出在哪边 上一个阶梯的底 所以你在拉回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强力的支撑 他就会一阶一阶走上来 你看他这个每个都是一阶一阶走上来 每一档梯都一样 所以你意思是说 如果已经到了这一天了 只要他拉回守住这个 就代表他还是多方走势 对对对 尤其你看像华府 你仔细看 他这都是有一个阶梯的 你越过那个 尤其像这里就最明显 照理来讲 这边有一个黑棒 三根长虹带大量 你这里应该是要弯头下来 可是你看我们把它清掉 我们以上一次的高点来讲 这里把它拉过来 因为我没有办法拉得很直 你能不能看到 他就是下不去 OK 那所以我们之前当然都有教各种进场法 我最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不管是MACD或KD 对不对 在死亡交叉的时候找买点 你只要死亡交叉了 三天之内不破对 那就是买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教的MACD很简单 我就是零轴上面 所以你看 比方说你讲这个华府好了 你看你华府 你随便来给我一个MACD的死亡交叉 你看这个死亡交叉 三天之内就是买点了 你像这个有没有假设的死亡交叉 那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继续讲 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们先讲一个逻辑 如果都只有这几张股票的话 只能硬买嘛 当然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就是说 你有相关的股票 我们可以买重新诞生的也可以 但原则上这个东西就是要讲 就是说股票是有一个中继在涨 你突破了以后 你中继在这个箱子以后会再涨 那这就是我以前常跟各位讲的N字 N字你两个N加起来就变这样了 所以如果一档股票 你N字N字N字 最后长线一定是会变 所以股价拉回或者指标拉回之后 重新聚集量能 代表是量已经慢慢开始增加了 这就是尼克拉斯讲的 他这个箱形叠箱形 买在箱底拉回 然后刚才祖阿讲的说 重新聚集量能再往上走的时候 那个地方会在这个地方出现 所以当然你冲高不追 拉回还是可以买 来我们来举例 现在有哪一些是已经出现了新的箱形 好那这个下一个箱形 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首先这个银房还是伺服器 但是没有话讲 那可以看一下 当时在这个地方横盘了很久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箱在哪里 这个现在是喷出状态 喷出状态 它日后一定会有一个拉回 对不对 那你看前面的密集趋筋在这边 对不对 我认为它未来拉回的时候 这里不至于会拉回这么深 它有可能会拉回到这里 但是不太容易会回到前波的高点 对 你到时候就要凌空 凌空就要找机会了 我认为十日均线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它拉回你不用等到这条线 因为它不会碰到了 所以十日均线就是一个进场的好机会 对对对 OK凤凰 好那凤凰 这个凤凰讲一下 凤凰你看它现在 如果你仔细看 第一个高点在这边回来 你现在拉过来你看 是不是也没有破 这条线怎么来的 这个高点 因为这里是一个爆大量失败 看似要做头的地方 对不对 但是你看 大家认为要做头的地方 下一次就变支撑了 所以它这个其实是有机会 横向整理再往上 因为这个当然要 也跟产业有关 就是说前一阵子涨的是 那个旅行社嘛 对 它这一次是涨饭店 所以你看它凤凰是旅行社 饭店暂时在涨的时候 它就休息一下 可是它还是有机会再上去 好所以像这个划一条线 所以它有没有可能 拉回再测测条线 有可能 尤其是这里有一个大量区 是 但是通常来讲 这个大量区 就像你看像现在 我刚刚讲这个 我马上讲完 这一根大量对不对 它有可能冲上去以后 回来测这个大量区 就变成一个新的支撑 再往上走 这个大量区就是 前一测的大量区 就变成下一个支撑 所以你说它如果拉回来 然后这边不破的话 对对对 就是另外一个进场的好时间点 OK 那我现在讲一个比较重要的 是 鸿海好了 我觉得这个重要 对 像不像阶梯 像的吧 飙飙 因为应该很多人想听鸿海 我们就直接讲鸿海 OK 我们先来讲一个 那个工业复联 给大家看一下 工业复联 在中国股市 涨超多的 这鸿海你知道吗 我跟你们讲 没办法嘛 因为大陆人不像我们 有广达可以买 买伺服器的热情 集中到他身上 买伺服器的热情 对不对 就把这个热情寄托在 工业复联 所以你看实际上在这一段 这个从5月中旬 就是等于我们国内 在找那个什么 技嘉广达的时候 伟创 结果大陆人就 把他们的热情寄托在 这个工业复联 其实他从这地方买到 大概15块16 买到这边已经快26 好 我们再拉回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台湾的这个鸿海 人家其实也是伺服器 那只是说三年前 曾经因为电动车 涨过一段 可能连结不是 那么样的紧密 不过我认为 当伺服器热到 真的一个热度的时候 他也是有机会 走这个阶梯上来的 因为他两次大阳区域 你看都是守住了 所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来我们鸿海 再教我们一下 现在的阶梯 他这个箱形就非常的标准 很标准 他是很标准 每出一次这样一次阶梯 在车上的人 现在就暗兵不动 我认为不用动 空手的人怎么找 我们切K线 空手的人 空手的人 空手的人一般这样子 我们在打阶梯的时候 就像那个 我刚刚讲的 三楼四楼理论 对不对 你上了四楼以后 要看你那水泥干了没有 不然就摔下来 假跌破 对不对 假突破 所以水泥干的时候 就是量少的时候 量少的时候就干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在这种量少的时候 你看他现在是量 是不是已经缩了 一般来讲 大家热情在攻的时候 抓大概拉回 四分之一左右的时候 就在阻底了 所以你看 现在这个目前差不多 大概 我认为端午节前后 可能明天 较量比较低一点 这个大概就有机会 所以你看 大概在这个 十日均线这个地方 他就有机会 阶梯走上去 那我问了 因为他刚好 七月四号要进行出席 对 进场的时间点 抓在除息前 还除息后 如果你没有 个人的这个税务问题的话 我认为前后都可以 我认为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 可以参与他的除息 除息 没有问题 因为他这个价格 应该相对来讲的话 还没有被拉出去 就没有水分在里面 OK 漂亮 好 谢谢正好 请先回座了 原来强势股怎么买 如果他有一个箱子 一个箱子的前车之鉴 给你做参考的话 这四档的操作策略 可以给你做参考了 好 明天将是连续四天 廉价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今天三大把人同步的卖超 今天外资期限或同步的偏空 今天台币创下了今天盘中 去年十一月以来的低点 所以明天有一些要建好就收吗 还是不用怕 明正老师 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明天哪些关盘重点 好 我们先谈一下明天的行情 再来看那个端午之后的行情 那首先因为今天在台股收盘的时候 那时候纳斯达克电子盘 大概是跌0.35% 也就是说今天的行情 它是含着我预期今天纳斯达克 会跌0.35% 我的预期在里面 所以明天怎么样去做表态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看美国股市 最终的一个表现 如果在这个以上 就是跌的比这个少 或者是前天上涨的话 基本上明天的行情 就是维持高档结算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重点 那如果说稍微跌的比较多的 那当然大家就会报股信心 报股过节信心会稍微比较松动一点 卖压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大一点 那结算完之后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时间点当中 你手上持股比较多的 那因为毕竟这个过程当中 它大概上涨了超过1000点 你可以先退一点点部位 就是保留现金 因为毕竟4天的时间 你要面临三次的美国股市 那个变数稍微比较大一点 你可以等到就是那个端午回来之后 如果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变盘的话 那个时候在于做买回 那关键在哪边 关键在于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外资多单 如果在下个礼拜一 开始有回笼的这样子的外资多单的话 我认为整体的一个行情 应该还是很深乐观的 OK 好 听起来对于端午过后 大家没有太多一个空方的表态 所以哪一些个股在操作之后 还可以再往多方的思虑 明天节目当中会告诉您重点了 今天再做一个小时的功课 因为有些经济数据怎么解读 锁定11点半中的夜线新闻 明天再回到前线百分百 感谢您收看 我们明天见了